这本书是第一重要,所以如果没有的话,请各位去把它买 第二个就是这本书,我建议如果说你对程式想要多了解一点 尽量还是要有一本就是说跟PHP有关的程式方面的书籍 当然你不见得说一定要彻底的好像要了解得多么深 但至少你基本的程式要了解 像现在我遇到很多做美工的他来学程式 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美工他发现有个瓶颈 一段时间之后他不懂程式,有时候单独会美工 其实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仰赖就是Programmer 那变成说很多问题没办法立刻解决 还有就是说他不能独立作业,变成说他美工做完之后,程式怎么办 还是要另外再找一个人来配合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你要成为一个SOHO组好了 比如说你想要自己在家里接案的话 我建议你如果美工强,你城市也强的话 我跟你讲你真的可以不需要去找工作 你可以在家里接案,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可以 可能领的薪水恐怕甚至还比你去外面上班来的更多 另外有一些公司他允许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独立作业的员工,你可以不用来上班都没关系 但是你就是用责任制的,反正你就是你不用再来公司,坐在办公室上班 你在家里,然后随时也当然,现在联络管道非常多 那只要你把案子交出来,其实都是OK的 那程式部分的话,我建议这本书 叫做挑战PHP5,买Seql这本书 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把它买到 那其他这本书是额外的 因为我最近除了教PHP之外,也教Excel的VBA 那这本书呢,它是可以怎么样 它的后端,资料库部分不是用MySeql,它是用Excel 因为现在的人,你会发现用Excel的机会非常大 那如果说你现在把资料放在资料库,MySeql里面 那你要再倒回到Excel,其实又是一个麻烦 那如果说直接就放在Excel里面的话 那它处理起来就很直觉 而且就在一个档案里面 所以呢,而且最好是可以自动化 反正就是按个按钮,全部资料就放在资料库 要的就是按一个按钮,资料就从资料库里面倒下来 那不是多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也有个趋势,很多人学叫Excel VBA 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每天都突发链 Ctrl-C,Ctrl-V,Ctrl-Z,C,你跟电脑 但是你写一个VBA程式,你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全部事情就解决了 像我在处理很多案例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宁可写一个VBA程式,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哇,它就自己跑跑跑跑跑,全部就解决好了 告诉你答案 那如果说你不会写程式的人怎么办 好,慢慢弄吧 可能弄一整天呢,还没办法把结果弄出来 那效率相差多少,恐怕不是百倍可以计算的 所以我想未来时代,各位也要慢慢的关注到一点 就是说,未来对于城市方面,城市设计方面人才的需求会大量增加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欧巴马说的 美国总统他自己就说,未来 他建议就是说,以后可能高中有些课程最好也是设有关城市设计相关的课程 但是不要太深入 其实城市设计并没有各位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 其实他的简单的,简单讲起来其实就是 教你怎么样简单的去命令电脑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 所以你怎么去下命令,这个就是所谓的城市语言 OK,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稍微了解 那其他,如果想要考一张证照的话 目前坊间,PHP相关证照 国内有一家,就是那个电脑技能基金,就TQC 他有办一个PHP5 我觉得他这个好处是他国内的 而且报名的费用其实还蛮便宜的 800块吧,如果团考400块就有了 那你可以不一定要考到 因为他有三个等级嘛 就是这个PHP的考试 他有三个等级啦,我建议啦 你不一定要去考最难的 你就先考一个最低阶 低阶他只有考十个实题而已啦 两类,两类总共实题 如果你把这实题练完,去考试 而且考试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拿到这张证照 他花个800块 如果学校有办400块 只要70分,几个人 20个人,就可以办那个团体考试 如果你有拿到这张证照 我跟你讲啦,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这张证照说真的 你至少你就跟其他 跟你一样的大学生比起来 你就脱颖而出了 真的,我看太多了 很多想要来应征相关工作的 通通一张城市设计相关的证照都没有 那他跟我讲说他城市多厉害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你拿一张证明给我看就好了 不用多一张哦 你来应征相关工作的话 说真的啦 你只要花800块 那题目其实,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题目啦 解答我通通都可以给各位 你就把这实题练熟啦 这学期你把实题练熟 你去考试 拿到这张证照 我跟你讲,你人生真的就不一样了 OK 这个一样,前面五个人 如果考上的话 那个证照会800块,老师帮你出 又带五个人 考不上你要自己付啦 就这样子 OK 相关的讯息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 我跟你讲 如果学校里面 当然我会觉得说 不会跟你们讲太多 是费用的问题啦 在学校其实 如果你要到外面的话 就是补习啦 补习的话 其实费用就非常高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把这相关的题目给各位 你们可以在家里练习看看 然后我也可以给你答案 你就把它练习去考试 如果考过了 老师愿意帮你们出包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未来我们有相关的补充资料 我都会放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 等一下帮我记一下 这个网址 下载档案的这个网址 非常的重要 以后所有的档案 通通会放在这里 HTTP 后面就是斜线 其实你就打 打后面这个就可以了 GOO.GL 后面记得是小写的CC 然后KU 2 这个J是大写 注意一下 这是大写 大写的J 这个网址里面的话 我会把将来所有的补充资料 包含就是上课的录影 也通通放在这个网址里面 所以请各位务必 把这个网址写在你的看看书的 哪个页面里面 或者是哪个笔记本里面 你只要不要遗漏 不要忘记 有手机照一下 如果你有手机 手机也可以 手机这边也有QR Code 你照这个QR Code 实际上也会 手机也会连接到上面这一个 这边有QR Code OK 你如果想要连接 不过它是连接到那个 就是手机 另外呢 我这边 因为第一次上课 我通常我会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学习的需求 还有各位的电脑程度 因为其实我如果不了解 各位的电脑程度跟需求 要上课其实还蛮困难的 所以请各位 等一下帮我 利用下课时间 帮我做一个简单的问卷 这个问卷 里面我有一些简单的题目 你就帮我回答一下 非常简单 那网址的话就是这个 GOO.GL 一样 那上面也有一个QR Code 你也可以用QR Code 就是你智慧型手机 也可以连接进来 拍照之后的话 会连接到这个问卷里面 那记得这边一样大小写 JM大写 G小写 E大写 就是这个G是小写 其他都大写 那连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问题 这个问题 主要是要了解各位的电脑程度 就是语言 程式语言方面的 然后还有就是学 你想要学这部分 主要是用途在哪一部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等一下利用下课休息时间 帮我填一下 那里面的话有哪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简单 那其实顺便讲一下 其实现在用这个技术 也叫做动态网 也是类似PHP的技术 也就是说如果我未来需要 怎么样 需要取得使用者端的所有的讯息的话 我必须要做一个表单 这个就是一个表单 那里面的话会提供一些问题 让那个使用者填写 填完之后的话 必须要取得使用者端的答案 对不对 然后再丢给我 必须要存在资料库里面 基本上这种流程 也就是所谓 我们要学的PHP的 这个动态网页的技术 那底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大概会讲一下 我们这门课大概的一个学习的目标 那底下会有个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真的有学过PHP的语言 如果有学过你就看一下 如果没学过没关系 答对答错都无所谓 那这个题目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题目 是PHP的题目 其实也跟之前是在教Java的时候 是写成Java的 现在是写成那个PHP的 反正无所谓 你说学PHP 学Java 学VB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请问一下 最后它会有一个输出结果 输出的这个变数的结果到底答案是哪一个 反正你知道你就 你就不知道没关系 你就是就猜一个吧 看一下 这件事一个阵列 这个是一个阵列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回圈 不知道各位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不用有太多恐惧 我只是想要测试一下 而且这边有同学懂 懂你就写 不懂没关系你就猜一个 那再来就是你的大名 大家给我一个名字 你的中文名字 那你对于城市部分有没有精通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我们这门课最最重要还是你到底在城市部分 有没有 那你可以给我个答案 比如说你就是入门啊 或者是你是有没有学过等等的 那你希望上课以哪部分为主 你如果这是复权的 你如果通通都需要 你就通通打勾 其他如果你有想要学其他的 那你就输入 那你未来会应用的领域在哪部分 对于这部分有没有什么熟悉 如果有你也跟我讲 还有没有什么期望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打个几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呢 课后的那个补充 如果你有需要 说我再寄给你的话 你这边可以填个email 如果不需要你可以不填 没关系 最后按个提交 那我就会收到了 所以等一下下课的话 请各位利用一点时间 帮我做一下这个问卷 ok 那我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画面还给你们一下 要不然抄一下这个网址 那网址的话 也把它写 写在白板上面好了 好